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咱们的话题 从一个可以无限再生 以至于永生不灭的家伙说起 一说起有再生能力的动物 大家会先想到谁呢 反正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壁虎 毕竟这玩意经常能看到 都说它是义虫能吃蚊子 咱倒是没这个运气 从来没见它们吃过 相信好多观众跟我一样 小时候没少活活它们 拿苍蝇拍子一拍 掉下根尾巴来就能玩半天 当然了 也是知道人家还能长出来 才这么干的 所以应该也不算是射不射 是吧 另外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蚯蚓 蚯蚓也能再生 不过不同的蚯蚓品种 它们再生的能力也不一样 而且要看破坏的程度才行 不能破坏的太厉害 你给它掐一段挂鱼钩上 那肯定就完蛋了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所以说得看破坏的程度 一刀两段那种 还是可以再生的 那么除了壁虎 蚯蚓 这些咱们经常能见到的之外 还有一些动物 也有不错的再生能力 你比如说龙元吧 它们跟壁虎是亲戚 都是爬行钢的 龙元的再生能力 就比壁虎厉害点 它不仅断了尾巴可以再生 连四肢都可以断 断腿了也能再长出来 还有就是斑马鱼 斑马鱼呢 可以再生自己的器官 这就比再生尾巴四肢又高级了 心脏受损 都能再长出一个新的来 非常的离谱 那么虽然说斑马鱼 能够再生心脏已经很离谱了 不过呢 还有更离谱的 是谁呢 就是海星 海星这家伙啊 除了断条触手 可以常规的再长一条之外 甚至断下来的那条触手 也有可能再长成一个新的海星 一个变两个 这种再生能力 在动物界当中 那绝对是顶级存在了 好了 举了这么多例子 实际上呢 无论是初级阶段的壁虎 蚯蚓 熔猿 还是高级一点的斑马鱼 海星等等 它们几个虽然看起来也很厉害 但是跟咱们今天的主角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谁呢 就是蜗虫 刚才咱说蚯蚓的时候 说掐一段挂鱼钩上 神仙也救不了 这是开个玩笑 不过呢 这话要是放在蜗虫身上的话 可能就不是玩笑了 你掐一段蜗虫挂在鱼钩上 只要没被鱼吃掉 待会给它拿下来 它还真有可能会活 而且呢 这一小段啊 又能长成一条完整的蜗虫 就这么神奇 说到这儿啊 肯定有观众要好奇了 说这是什么神仙虫子啊 还有这等的超能力 所以接下来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蜗虫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吧 那么在动物界的分类里面呢 扁形动物门里 有蜗虫钢这么一个钢 要说蜗虫钢里面包含的物种 那就太炫了 有绿的 有蓝的 有紫的 有花的 各顶各的都跟艺术品似的 说实话啊 我查资料查到这块的时候 还真被惊呆了 这也太好看了 是吧 不过呢 作为蜗虫钢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蜗虫 咱们今天的主角 长得就差点意思了 这种蜗虫啊 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 亚洲 欧洲 非洲 澳洲都有 生活在淡水环境里面 大小能长到两厘米这么长 它们不光是再生能力 受到人类关注 而且在生命演化史当中 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什么地位呢 说蜗虫是第一种 两侧对称的三倍层生物 三倍层的概念啊 咱就不展开说了 简单来说呢 咱们平常能见到的动物 包括人类 只要不是特别低等的动物 那就都是三倍层的 而且是两侧对称的 说生命进化史上 首次出现的两侧对称三倍层生物 就是蜗虫 另外在之前那期眼睛进化里面 咱也提到过蜗虫 说在蜗虫身上出现了最简单的眼睛构造 那么说到蜗虫的眼睛 好多观众会有一种错觉 说照片上的那些眼睛 是不是披上去的 也太呆萌了吧 诶 实际上呢 蜗虫的眼睛啊 就长这样 两个白圈 两个黑点 确实有点像画上去的 很有特点 可以称得上是标志性的小眼了 好了 就是这么一种呆萌可爱的小虫子 就因为它神奇的再生能力 现在成了全球各大生物实验室的宠儿 经历着各种千奇百怪 惨无人道的实验 都有哪些实验呢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最基础的实验就是切 横着切 竖着切 斜着切 抠着切 反正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切法吧 各种各样的切 一刀两段起步 切成十几段的也有 科研人员还真下得去手 不过呢 有一点可以放心 就是不管你把蜗虫切成了几段 它的每一段 甚至说每一个小碎块 在一两个星期之后 都能再长成一条完整的蜗虫 跟它被切碎之前一模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 蜗虫可以再生的极限到底是多碎呢 或者说最多切多少块 不影响它再生呢 说到这个问题 咱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1933年 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亨特摩根 摩根是上个世纪 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 就是他推广了研究蜗虫这件事 不过呢 摩根最著名的 还是他通过对果蝇的研究 发展了孟德尔遗传学 为进化论找到了证据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说摩根早年的时候 是坚决反对进化论的 眼睛进化的问题 他就亲自质疑过 不过后来从1908年开始呢 经过多年的对果蝇的遗传研究和实验 摩根亲自找到了进化论的证据 所以又变成了坚定的进化论的支持者 并且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和达尔文奖章 其实在当年来说 也就是100年前的时候 像摩根这样的质疑进化论的科学家 还有很多 不过呢 后来随着遗传学的发展 诞生了新达尔文主义 在遗传学的证据面前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都像摩根一样 站在了进化论这边 好了 说完了摩根 咱回到蜗虫的话题 说摩根早在1900年的时候 就做过一个实验 当时他把一条蜗虫 切出了279分之一的碎片 就是这279分之一的碎片 竟然也复活了 你想一条蜗虫的长度 在两厘米左右 279分之一的碎片 得有多小是吧 这都能复活 我觉得说它是无限再生 也没什么争议了 所以说吧 如果你有一条蜗虫的话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把它变成千千万万条蜗虫 那么实际上呢 各大生物实验室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获得实验样本 你比如说中科院的增安实验室 就是专门研究蜗虫的 它们现在有几十万条蜗虫 都是从同一只 一代一代切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蜗虫 可以无限再生呢 别着急 后面的实验会有答案 好了 刚才咱说了 所以不管把蜗虫切成多碎 它都能长成一条完整的蜗虫 那么作为一块碎肉来说 它是怎么知道该在哪长头 该在哪长尾巴的呢 所以这第二个实验 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为了好理解 咱们简化一点 也别一块碎肉了 咱们按照一刀两断的情况来说 所以把蜗虫一刀两断之后 它怎么知道哪边长头 哪边长尾巴呢 科研人员经过长期的研究 终于找到答案了 原来蜗虫被切断之后 伤口的位置会产生一种信号素 叫做Wint信号 有Wint信号的伤口 就会长出尾巴 Wint信号被抑制的伤口 就会长出头 这么一来呢 研究人员就产生了一个 邪恶的想法 他们先通过RNA干扰技术 人为的抑制了蜗虫的Wint信号 然后再去切它 刚才咱说了 没有Wint信号的伤口 蜗虫就会认为应该长头 这么一来的话 不管你怎么切它 每个伤口都会长出头来 切来切去 多头怪就出现了 说实话 看到这样的蜗虫 多多少少还是感觉有点奇怪的 还好它只是生物实验室的产物 大自然是造不出来的 接下来的实验 相对来说 看起来没有那么残忍 实验方法就是挨饿 连续几个月 不给蜗虫吃东西 看它会怎么样 那么研究人员通过观察发现 没有食物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话 蜗虫会收缩 而且这个收缩是有顺序的 什么顺序呢 最开始的时候 蜗虫会把它的生殖器官给吸收掉 可能它觉得吃都吃不饱了 也就不用考虑这事了 是吧 生殖器官消失之后 还是没吃的怎么办呢 接下来消失的就是消化器官 既然周围没吃的 那消化器官留着也没用 再接下来 蜗虫会吸收它的肌肉 把肌肉组织也都消耗掉 你想啊 这肌肉组织一消失 整个体型可就下来了 原本两厘米左右的蜗虫 饿它几个月之后 还剩多大呢 可能还不到一毫米 也就是说 连原来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但是呢 即便是饿成这样 蜗虫居然还没事 这个时候投喂它 它竟然还能再长回来 肌肉啊 消化器官啊 生殖器官啊 都能再长一套新的出来 饿了它几个月 它还返老还童了 你说神不神 说到这儿啊 我联想到了道家的壁谷 其实不光是道家啊 世界上好多宗教 都有类似进食的 这样的修行 说可以修养身体 你要是把蜗虫这个 也看作是一种壁谷的话 那人家这壁谷的功效 可就太厉害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该说说蜗虫 为什么能够再生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 咱们先来铺垫一个基础知识 就是干细胞 干细胞这个词啊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可以分化成 其他类型的细胞 比如说皮肤干细胞 那要是不小心擦破了皮的话 这皮肤干细胞就会开始工作 过一段时间就长好了 皮肤干细胞 它只能分化成皮肤细胞 这种呢 叫做单能干细胞 只有一种能力的意思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骨髓里面的 造血干细胞 它就厉害多了 它既可以分化成红细胞 又可以分化成白细胞 还可以分化成血小板 所以这种呢 就叫多能干细胞 然后还有最最厉害的 就是全能干细胞 全能干细胞 只存在于胚胎发育的初期 也就是说受精软 刚分裂的阶段 为什么说它全能呢 你想啊 胚胎初期的细胞 随着胚胎的发育 它不仅要分化出肌肉细胞 又要分化出血液细胞 还要分化成器官啊 骨骼啊 皮肤啊 等等细胞 也就是说 一个完整个体 所需要的全部细胞类型 它都能给造出来 所以才叫全能干细胞 不过呢 刚才咱说了 它只存在于胚胎的初期 已经长成的个体里面 是没有的 好了 了解完干细胞之后 该回到蜗虫的话题了 为什么蜗虫 可以无限再生呢 就是因为在 它们的成熟体当中啊 居然还存在 大量的全能干细胞 也就是说 一旦它们被切碎了 那它们的每一块碎片 都可以被看作是 一个发育初期的胚胎 每块碎片当中的 全能干细胞 都能分化出 蜗虫所需要的 所有器官和组织 这就是它可以 无限再生的原因 那么为了验证蜗虫 全能干细胞的能力呢 科学家们又设计了一个实验 首先科学家们 成功提取到了 蜗虫的全能干细胞 然后分离出一个单细胞 这次它们没有把蜗虫切碎 而是给它们施加了 足以致死的辐射 蜗虫受到辐射之后 当场死亡 而且它体内的全能干细胞 也同时被辐射杀死了 所以就失去了再生能力 这时候呢 科学家们把单个的 有活性的全能干细胞 注射到蜗虫体内 奇迹发生了 被注射进去的 那个全能干细胞 迅速开始工作 并且成功的 把蜗虫给救活了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个全能干细胞存在 蜗虫就有再生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 即使它被切成了 两百七十九分之一 也还能长成一个 完整个体的原因 好了 如果说刚才几个实验 科学家们还算知道 是怎么回事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实验 就是真正的未解之谜了 首先从蜗虫的习性来说 它们喜欢偏暗的环境 不喜欢强烈的光照 遇到强光照射 就会本能的躲开 那么利用这个特性 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实验 它们通过食物的引诱 来训练蜗虫 克服对强光的恐惧 时间长了之后 被训练过的蜗虫 就不再害怕强光了 这时候又到了切割时间了 科学家们把这条蜗虫切断 给它两周的时间 等它再长出一个头来 然后干什么呢 然后让长出新头的蜗虫 也接受强光测试 结果发现 它们居然也不怕强光照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蜗虫的记忆 好像并不是只依靠脑袋 它们的身体当中似乎也储存了前世的记忆 被切割成的几个部分 是可以分享这些记忆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更离谱的 美国生物学家 詹姆斯·麦康奈尔 在1950年代的时候 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方法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也是通过训练 让蜗虫产生一些特定的记忆 不过 麦康奈尔更进一步 它把训练过的蜗虫 给弄碎了 弄碎了之后 喂给其他蜗虫来吃 然后让吃过同伴的蜗虫来接受测试 结果发现 这些蜗虫居然也获得了记忆 后来 麦康奈尔在一本神经学杂志上 发表了论文 并且提出了 记忆RNA的概念 引起了轰动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呢 就是麦康奈尔的实验 之后再也没有被重现过 真实性没办法保证 所以并没有被广泛的接受 好吧 虽然喂食的实验没有被证实 但是重生脑袋的蜗虫确确实实保留了前世的记忆 这件事吧 对于人类目前的认知来说 冲击还是很大的 记忆到底能不能传递 如果能的话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传递的 但愿通过对蜗虫的研究 今后能有一个答案吧 那么在蜗虫再生的领域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呢 就是科学家们发现在蜗虫缸当中 也存在不能再生出头的蜗虫 为什么这些蜗虫没办法再生头部呢 好多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后来科学家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原来是这些蜗虫的Wint信号 也就是刚才咱说的 决定是长头还是长尾巴的那个信号 出了问题 作为验证呢 科学家们人为的调控了他们的Wint信号 结果跟预料的一模一样 这些原本不能再生头部的蜗虫 竟然神奇的恢复了长出脑袋的能力 那么问题来了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 再生能力毫无疑问的 可以带来竞争优势 增加个体存活的几率 为什么还有蜗虫再生能力退步了呢 而且开头的时候咱说了 说蜗虫是两侧对称三胚胎生物的十足 那怎么到了后来越高级的物种 再生能力越弱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科学家们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不过呢 通过对比再生能力不同的那两种蜗虫 似乎能找到一些线索 那么这两种蜗虫哪不一样呢 科学家们发现啊 他们的生殖系统不一样 首先说可以完全再生的蜗虫 他们是雌雄同体的 搞的是分裂生殖 也就是说 他们所有的后代都是克隆体 当他们被切断的时候啊 就跟埃恶的时候一样 会先把生殖系统给吸收掉 获得再生的能量 那么不能再生头部的那些蜗虫呢 就不一样了 他们一生当中啊 只有一次繁殖机会 所以就算被切断了 也不舍得把生殖系统给吸收掉 会不会就是这种机制 阻碍了他们再生呢 这是科学家们做出的一个猜测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从结果上来说 蜗虫虽然可以完全再生 但是因为繁殖方式的问题 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最低等的形态 几年都没有什么进步 那么放弃了一部分再生能力的物种呢 把更多的能量 更多的技能点 花在了进化出其他有用的器官上 同时呢 放弃了自我分裂的繁殖方式 更多的个体杂交 更多的突变机会 也就带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基因多样性 基因多样性有了 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提高了 这不也是一种竞争优势吗 所以吧 还是那句话说的好 生命最终会自己找到出路 蜗虫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只能靠逆天的再生能力存活 老虎全副武装以捕猎为生 虽然再生能力不行 但也能通过繁殖 把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实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永生 这是什么 这就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那么唯一有可能打破自然规律的 就是人类了 刚刚凭借大脑制造工具 走到了食物链的顶端 现在又回过头来 羡慕人家蜗虫的能力 开始考虑再生的事了 而且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虽然说离永生差的还有点远 不过延长寿命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印度有一位生物学家叫布豪米克 是专门研究3D打印器官的 他就做了一个预测 什么预测呢 他预测说 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 平均可以活到135岁 理由就是 几十年之后 衰竭的器官都可以打印新的患上 通过这种方式来延长寿命 好吧 虽然不知道这位印度科学家预测的怎么样 但从现在的技术发展来说 我觉得倒也不是不可能 201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颁发给了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 和日本科学家山中深迷 这两位研究的什么呢 他们研究的就是诱导多能干细胞 通过基因改造 把普通的体细胞改造成多能干细胞 这么一来就完美的规避了胚胎干细胞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作为咱们普通人该怎么来理解这个技术呢 简单来说 你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 包括脏器 血管 四肢 视网膜 等等等等 任何一个器官 以后都有机会换上一个新的 而且就是用你本人的细胞 用你本人的基因培育出来 不会有任何的排异反应 所以吧 我觉得在这样的技术面前 唯一能阻止咱们活到135岁的 就只剩下价格因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